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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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Ruby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 新入的旺角 就是上面這個 Bugis 這個叫Bugis Junction 如果地震穩就叫做 無吉市 無吉市 其中一個新加坡最旺的地方 有一條街跟兩間很相似 就叫Bugis Street 我們馬上帶大家去看這個 這麼熱鬧的地方 還帶大家去Haji Ling Haji Ling上一條影片也有跟大家去過 但上次只顧看 可以扭扭的應援 但這次就詳細地給大家看 Haji Ling下一個怎樣的地方 為何會成為這個旅遊熱點 我們馬上去 剛剛那裡走 對面就叫做Bugis Street 前面是一個類似有蓋的女人街 對,前面就是 沒錯 真的欺來揚我 我看到裡面超多人 這邊左邊就是我最喜歡喝的 Mr.Poconut 我現在很想買一杯來喝 通常被宿伯兄弟看過之後就可以進來 星期六現在大家來到這裡 其實都沒有香港以前那麼擠 是的 這裡真的很像女人街 但是有蓋子 還有一點冷氣 至於它在賣什麼呢 就是口罩 一些I love SG的衣服 就像I love Hong Kong的衣服 就是遊客會來的地方 你好像有一件一樣色的衣服 以前有 這個好像潮特的風格 以前王中的Danny玩這個也有 是的 這些就是王中的衣服 大家記得以前有一個商場 叫Shik Zibo 不是Shik Zibo嗎 Shik 看到Shik嗎 這件衣服很可憐 其實為何會在新加坡 有人穿這些衣服 這個音樂太驚昂 我不喜歡它的音樂 這個還是潮特 我告訴你,這是以前的朝童衣 我的天 你看看,又是骷髏頭 又是玫瑰花 左青龍又是滑鼠 我們現在理解不到 為何新加坡的人穿冷衣服 Hoodie等 明明是30度 手足怎麼穿 這些是否像以前西高雄中心 那些死場 對,真的 這裡是死場 這裡真的是死場 不知這裡的泡租是多貴 當然跟香港匹敵 沒有東西可以貴得到香港的泡租 已經覺得很熱了 你看看,剛剛才說完 人像冷衣服 看看今天穿了些甚麼 我打算隆重其事拍片 對 穿好下衣服 跟她說很漂亮就可以了 跟Ruby很漂亮 她就開心了 謝謝 我要買Mr.Coconut 有沒有看到你 好了 這麼快 準備出去了 Ruby已經到這個地方 沒甚麼興趣 出去喝Coconut先 不要煩 好 大家買Mr.Coconut 我之前買了25% 今次想試是0% 我給他10元買 待會我會給他一杯飲料 這裡Mr.Coconut 全部都是用自助機 下單的 你看Ruby下單 典型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現在又要問問人 終於成功用 這個是Apple Pay 給錢 聽到嗎? 挺聰明 很聰明 Yay 我想說我們今次試了一個新的 叫做Bubble Chocolate Coconut 是這樣的 它是巧克力掛邊 跟我們之前喝過一隻很不同 冰沙和奶都試過 今次試這個Bubble Bubble應該是甚麼呢 Bubble 奶蓋的朋友 真的嗎? 真的嗎? 那它的Bubble 分明是椰子水的巧克力味 哦 你看 其實很好喝的 但是我很好奇它Bubble是為甚麼 我覺得跟Bubble是沒有關係的 對 好啦 因為我們要從Boogies 走路過去Hardry Link 所以我們快速給大家看看 Boogies的模樣是怎樣 基本上Boogies就好像新加坡的市中心 好像香港的旺角那樣 是幾個大型的救命中心 基本上裡面 應有盡有 有吃的有買的有穿的 那這個Challenger呢 就好像香港的風窄那樣 就可以入面買電器的 聽聞呢 上面那一層呢 就是好像葵廣那樣 有得買衣服 但我自己就沒有去過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Cintel 就是三間不同的大型的電訊供應商 就好像香港的1010 CSL Smarttone那樣 那基本上你一到步 你就一定要去這些電訊供應商買電話卡 那當時也是這樣處理的 入夜之後呢 其實附近是超級多東西吃 是不愁 沒東西吃的 這棟東西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好像看Batman裡面的Wayne Tower 這間酒店來吧 相信 我們今天呢是一個星期六的逛街Vlog 因為呢 拍片來說呢 有時候schedule難以預料 是 有時候那些東西呢 很想給大家看 但是就未能夠給大家看 沒錯 例如Ruby哥說會減到很漂亮的身材 那都是很想給大家看 但是未能給大家看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最有中槍 即是有一天會被隨罩相見 那都是很想給大家看 但是大家都未見到 這裏有一間挺漂亮的cafe 城市中的六州 但是沒有人的 那應該是很貴的六州 哈哈哈哈 這個deary不錯 很貴的六州 不知道 沒有吃過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好像Wayne Tower 上面有些都很厲害的東西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好像入了Harry Potter的故事 又Harry Potter 除了Harry Potter 真的還懂些什麼的 哈哈哈哈 整天的比喻都是這些 但是這個是不是酒店來的 嘩是金鵰 雖然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杖料 金鵰 應該說我們現在是響應政府 已經放寬了室外 Oprian可以戴罩 那你就可以選擇 室外戴罩還是不戴罩 那我就覺得 在一個這麼空曠的地方 其實不戴罩是 呼吸到 真正的空氣 嘩有些廢氣 嘩嘩 你看看 太多自由就是這樣吧 就是裝一裝 我們先唱一唱反調 好 我們差不多到Haji Ling 因為當你看到 蜂蜂蜂的牆 就代表你準備進入Haji Ling 對 前面有個金色的 金頂的清真寺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遠一點 我們開始進入Haji Ling 我們到Haji Ling了 這個Haji Ling 是新加坡一個 以街頭藝術 和古董店聞名的街區 它是一個很受歡迎的 另類購物街 專門就是賣本地設的精品 體驗一下文青得來 又有個性的小商店 這個Haji Ling 自己的風格 很多世界各地遊客都會來 因為其實新加坡其他地方 主要都是大型的購物店 就沒有這麼有特色的小商店 對 因為Haji Ling 就由很多條橫街紮行組成 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牆壁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圖鴉藝術 顏色是很鮮艷的 適合打卡的 所以Haji Ling 就成為了新加坡其中一個 旅遊熱點了 天天就有咖啡店 喝咖啡吃蛋糕 晚上看到熱鬧五光十色的酒吧街 星期六到五點已經 這個Haji Ling開始多人了 除了酒吧之外 還有一些服飾店 賣包包的店 一些文創 Cafe 賣蝦膏 什麼什麼 大家都發揮不同的創意 將自己的店舖做得很漂亮 店舖外面的騎樓 全部都有自己風格的裝飾 整條Haji Ling 整條Haji Ling做得很漂亮 另外也有一個特色的 這個也挺搞笑的 就是這個Haji Ling 是全新加坡最多垃圾桶的 那是不是真的說 其實他很想project給一些遊客看 如果你們來到這個旅遊勝地 就代表新加坡其實是一個很乾淨的國家 你來到這個這麼熱門的旅遊勝地 都是很多垃圾桶的 你是不會看到有垃圾的 這個Haji Ling旁邊 就充滿異國風情的阿拉伯街 Arab Street 我們看到現在 著名的Sultan Mosque 這個蘇丹回教坦 就是這個清真寺 就是新加坡穆斯林社區的一個重要地方 它有很漂亮的金色圓頂 望遠的結構 大家看到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附近還有很多漂亮的土耳其餐廳 應該很好吃 很好吃 你看看你又看中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看中你已經夠奇怪了 你也知道就好了 很可愛 你穿嗎? 你穿我 那就更糟糕了 你千萬不要買點我告訴你 粉紅色色圓 是粉紅色色圓 粉紅色色圓 有粉紅色色圓 粉紅色色圓 又想評判我嗎? 沒那麼容易 這個是蘋果蝦打 蘋果蝦打 對 我們開始進入這個 勃哩勃哩勃哩 的境界 就是喝酒的地帶 但也不是所有店鋪都開的 其實是 而且他們可以坐出來喝酒 你看這裡 全部都是外國人 超級熱鬧 挺漂亮的 有性格的店鋪才會成為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覺得其實香港也有 這個位置很漂亮 其實一個也有 不過永遠都是 沒辦法好好地 做英俊的 剛才我看到Hat Jane其中一間文青店 外面有一堆衣服 我看到這些衣服 我覺得好像 Color那一首 Never Never來 有些衣服 有點像的 真的很像 好可愛喔 終於都來到你們推介的 白蘭角街蝦麵 我們特地過來的 因為你們說 這一家非常好吃 特地要過來吃 因為那天就拍不到 今天就過來拍 聽聞是非常出名的一碗麵 那我不是應該選最貴的來試呢 好了已經到了 那我呢就是叫了蝦拼排骨的 那這個呢就是中size 九個半星幣的 那就是有蝦和排骨 那它有細size和大size 那我想男士說可能要叫大size 就是12塊的 然後呢 姐姐就會給一個款 你裝著蝦殼 骨等等 那我就叫了米粉 因為呢 我就沒有吃那種粗的油麵 所以我就叫了米粉 我們馬上試試看 這個沒有化妝的形象 雖然我都沒有形象 我們馬上試試湯 通常呢 試這些麵都是試過湯的了 它是非常之重蝦味的 它是整個湯都是用蝦來咬出來的 你感覺到它是非常之濃味 先把米粉 它這種米粉呢 就不是個個喜歡吃的 它是那種斷開那種脆的米粉來的 那如果你是吃到那種油麵 黃色油麵的話可以少做 但是呢 我想最主要是因為它的湯真的很好吃 先把牠的排骨 嗯 排骨呢我原本呢 是不會胃的 好硬硬 因為我沒有 但是原來香 它是超用 超軟容易咬 然後呢 這個就是剝了半邊的蝦 那就相對地容易一點吃 那蝦都有 兩隻0.5-0.5加起來 應該有兩隻的 我眨眼已經差不多吃完了 我想說呢 牠的排骨呢 超級軟身 而且很大塊 真的有四五塊 所以如果你們要點的話 就一定要點這個雙瓶的蝦瓶 排骨呢 就超划算了 我已經光束吃完了 還要連湯都喝完 可想知道是有多好吃 那你自己買完之後呢 坐下來 依依就會認得你 說你坐哪裡 然後她就會給你了 給你一個餐 那基本上就是 如果以九個半價錢來說 是非常之划算 而且是值得過來吃的 好啦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 遠望看到這個月蘭亭 就可以看過來這邊 那就是這個白蘭角街蝦麵 就算了 三四點然後星期二休息 不要看悶 就算了 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個 蘇丹清真寺 看到Ruby這身裝扮 是絕對不可以進去裡面的 因為女生入清真寺 首先她這對美腿是有收起來的 而且她一定要戴頭衫 就像我那樣的帥哥 就起碼都要穿長衫長褲 還有不可以穿拖鞋 都要回帥哥一點 裝重一點才可以 這些雙風敗得的衣著 就不可以入清真寺了 她現在很累了 因為她未感受到神的恩典 所以她現在就很累了 等待神的指引在清真寺外面 等待真主阿拉 就下來拯救她 好 我們剛剛在哈斯丁走過一點 就看到很大的金色圓頂 這個就是蘇丹回教廠 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清真寺 我們今天來到 剛巧就是她們的齋戒穴 這個齋戒穴 看到她們的旁邊有個Banner 就是4月1號至5月8號 每年這個回教歷發變 第九個月 她就辛苦了 要在日出到日落的時候 都不可以吃東西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活動 例如在night market 可能因為她們途中不可以吃東西 晚上就會有night market 所以我們剛巧在night market的入口 就可以進去看看 感受一下清真典門外的night market 究竟有什麼東西吃 對 馬上來帶大家看看 這裡有很多他們宗教的服飾 我們主要都是來觀摩一下 觀摩一下他們 都不會買些什麼的 還有上面的建築 還有有很漂亮的衣服 尤其屬於他們宗教的菜式 對 相信一定不會有豬肉和牛肉那些 很漂亮的豬 哇 是啊 我哪個patrii這麼像 那些很好吃的東西 哇 很好吃的東西 排隊似的 是不是 看到排隊又很想排了 香港人 是不是 五月得五月 土耳其的食物 奧特曼 有些屎集 很漂亮很漂亮 哇 剛剛有個女孩穿得好像玻璃公主 挺漂亮 Jasmine出現在這個地方很合理 對 剛剛拍攝說 根據我們的語言 你想去哪裡啊? 不知道啊 亂吃的 這裡有很多車 全部都是土耳其餐廳 你有沒有吃過土耳其菜? 沒有 很多個啊 Cappadocia 有沒有記錯 好像土耳其省份的名字 在Anatolia的半島 我們帶來幾次 本來想吃這間餐廳 今晚是地中海菜 吃日本菜 誰知道 它沒有開啊 難怪沒有人接電話 拜拜 還不止我們網門訂 其實人家也網門訂 沒有啦 拍不到給大家看啦 這裡的裝修是有點奇怪的 是不是有冬蔭工啊 是啊 它是有分碟和清水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班蘭 班蘭 加油啊 你可以的 哇 快去試一下 怎樣怎樣怎樣 好吃嗎 好吃嗎? 是不是很juicy啊? 好吃 好吃嗎? 這個雞是很好吃的 是啊 就是它又有那個醃味 然後它又有點潤口 是啊 但是又炸得其實剛剛好 這個是觀眾推介 我們吃的 剛剛是 拿大小廚 它上面的原汁也很好吃 很juicy 我本來以為它很乾 因為它很乾 我身上的黑色的東西 好像炸得很乾 但是它反而挺好吃 真的很juicy 這個值得吃 這個呢 這個呢 一碟呢 它有四塊 我是第一次試這個 青咖哩炒飯 剛才它那個 portion 已經是很公道 它對得起這個價錢 我平常說 很多炒飯和炒麵 都很細一點 但是它一來到真的 那麼多 很淡白 然後呢 它試下去就是 剛才它那個 青咖哩味 好氣好出 第二就是很夠鍋氣 你感覺到是 炒飯那種鍋氣 第三就是 上面有很多一些香葉 這些香葉 是提醒了整個飯 它說很油膩 也感覺到整個 整個咖哩的味道 帶了出來 真的 但這個真的很好吃 值得推薦 我其實呢 是不喜歡吃咖哩炒飯 但是我這個咖哩炒飯 拿了一些醃 是很香的 辣椒味 是 但是有綠色的辣椒 然後呢 我點了這個 冬蔭公湯 你看到它不是平常 好像紅色那種 冬蔭公 但其實呢 它的味道是 冬蔭公日不一樣的 但是它有選擇 Clear和Thick 那我就選了Clear 那它的湯應該比較清澈一點 那下次就可以 叫Thick 總之會不會Thick 會不會辣一點呢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 嗨 我們在這個希臘洋王的 新加坡旺行 補促我們今次會演 是 是 我們周圍 帶大家走走這個國區 是呀 東西又吃了 我們不如下次VLOG 加一些國經環節 是呀 拜拜 今天的輕鬆VLOG 和我們放假的VLOG 就到此為止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下條影片見 沒所謂 剛剛那個外賣就在這裡 拜拜 你不是我的外賣 看完 神經病 走走走 是呀 快樂 先超級拍的 prophet 我看完